有两队的一号选手的直接的对话 达军队派出的是一号选手郭月 而广东深圳长远集团纪录部派出的一号选手是刘世文 两位选手在国亚队也是非常非常熟悉的队友 那么这场比赛之前呢 其实呢我们也跟方达也聊了 刘世文和郭月在实评赛之后啊 其实都进入了一个状态的一个低潮期 而且呢在之前的拼超的第一轮和第二轮比赛都有输球的记录 所以说呢对于运动员的调整 包括运动员的激战手打法和运动员的心态都是非常的重要 当然其实两个人是公平的 都是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么这场比赛谁能够战胜对手啊 就能够在拼超联赛当中重持刺激心 其实郭月和刘世文有一点不太一样 郭月呢是通过大赛锻炼出来的 刘世文呢其实真真正正是我们拼超培养出来的 对对对吧 对这个比赛的场地啊环境都非常熟悉 而且今天又是出场作战 我们也希望刘世文在这样单打当中啊 然后发过自己的水平 现在是1比3啊 刘世文发球的这个第一局啊是落后 应该讲他们两个随赢都不奇怪 好球这分过于打得很好 虽然接发球接得不好 但是后上手很主动 这份刘世文对发球选转判断的不太清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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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来过于对刘世文对刘世文的发球比较 比较看得比较透彻 这边的不太清楚 看來郭樂隊今天這場比賽準備比較粗糞 一上來發球很嚴密 好的郭樂是吃了一個發球 其實在國家隊的女子單打的運動當中 劉士文的發球是非常非常有特點和能力的 而且他那種發球是應該說直接得分的能力還是非常突出的 一個是他另外一個是丁寧這兩個發球都是很有特點 我剛才說了看來今年郭樂的這個球準備的很充分 是就想批劉士文 對想批劉士文 看來這個可能有一點心理因素吧 因為在沃茨克西平賽裡面決賽郭樂都沒有上場 看來他們兩個可能大家因為這個主力激爭吧 看來他們自己也在鬥 現在看來郭樂的準備更加比劉士文更加要充分一點 對 當然某一局的比賽或者某一個球 很難說明一個絕對的一個實力和問題 另外一點呢 其實對於劉士文來講呢 由於張一寧沒有在國家隊的主力的政選當中 由於個人的一些原因 包括郭樂 郭彥 包括這個劉士文 包括丁寧 包括李小霞 其實都是有這個動力 作為這個一號主力 對 對 對 所以現在有點 那天我也形容說 有點像那個群雄逐鹿的這樣一個感覺 就是說你沒有說絕對實力像 成為一個領軍人物 那麼這個時候呢 也希望 其實對於每個運動員來說都是有機會的 對 其實這幾個言呢 你說從技術